陣陣爆炸聲響 濃濃黑煙竄出 烏克蘭警方扶著居民坐上車 不斷催促 臥富昌斯克的民眾 腳步快一點 因為俄羅斯的炸彈 可是不等人 俄軍兩年來首度 發越兩波越境突襲 跨越東北部邊境 哈爾科夫州 上千人緊急撤離 當地政府表示 已經遭到超過二十枚 華翔炸彈攻擊 炮火和空襲範圍 涵蓋超過三十座城鎮和村莊 導致至少三死五傷 烏克蘭總統澤蘭斯基認為 這是俄羅斯的新一波反攻行動 烏克蘭前線監測組織戰情資訊顯示 四座村莊已經被劃入灰色地帶代表爭議領土 俄軍還在邊境部署更多秉領 估計約有四萬人 最終目的是往烏克蘭邊境深入十公里 建立緩衝區 確保俄羅斯領土不受戰爭影響 烏克蘭北部局事顯著惡化 增派兵力能不能抵禦俄羅斯攻勢 也成為一大膽油 三連線由江永泉 劉志友最好報導 好